大家好 我是Tim哥 Apple Watch 其實也有省電秘跡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這幾招 其實是還蠻厲害的招數 在看之前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把小鈴鐺打開唷 Apple Watch 省電秘跡 現在馬上來囉 為什麼我想要今天教這個教學 因為有人來跟我說 Tim哥 我iOS的省電秘跡都學會了 Apple Watch 像我是第五代 那到底有沒有一些可以省電的方法 小技巧 那我今天就是想說 我自己也是常常會出差跟旅遊 但我發覺到我用的Apple Watch 其實老實說還蠻省電的 真的 我附近的人都說 你為什麼Apple Watch可以用那麼久 每天就是續航力 但就是有一些地方 你把它關掉 事實上它還是有省電 那哪幾招呢 我現在就馬上教你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看我的Apple Watch的S5 我剛剛已經全部都調整回來 還沒有去設定的正常狀態 那我們現在一招一招來看 我們先從我的Apple Watch這邊的設定來看 我們進來找尋設定 找到設定以後 你可以看到滑到螢幕顯示這個地方 螢幕顯示 這裡螢幕顯示 你看現在亮度是兩個 我建議一般來說 你把它調整一格 如果你看它是一格就好了 再來第二個 永久顯示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你不要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關閉掉 那你可以更省電 但我會有用到 因為我有時候是真的不用把手舉起來 就可以看那個時間 所以我是會開著 這是第一個地方 第二個地方是 它這次其實有新增一個功能 在下面 就是噪音功能 可是噪音 老實說 我是覺得 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再打開就好 所以你進來噪音 你不用讓它隨時偵測 有沒有 這邊環境聲音測量 現在是開啟的 你把它點下去 你可以把它先關閉 等你要用 再把它打開就好了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如果 你由下往上滑 是什麼 這邊有個電力 你看我升66% 你今天只要 按它一下 它這邊是不是有個剩餘電量 對不對 下面你看 省電模式 這個地方 我上次 我從紐約回台灣的時候 我有用 今天一旦你個人覺得這電量 真的 大概低於30%以後 你就怎麼樣你知道嗎 滑過去 省電模式 會關閉Apple Watch所有功能 這邊就有 它就會顯示時間而已 這個是最終要用的 但如果你覺得電力現在還夠的話 我個人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繼續撐著的 所以我現在先按取消 好 再來我們就回到手上的那個手機 手機 它是不是也有Apple Watch的APP 對不對 一樣 你也可以到這個Apple Watch裡面 然後找尋下面有一個輔助使用 這邊有一個叫 減少透明度 你可以把它打開 為什麼把它打開呢 老實說 這個我覺得它是對於我們手錶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所以你在這邊 把它打開以後 你就可以減少一些什麼透明度的一些效果 我覺得關閉這個功能 它還是有辦法可以提升我們電池的續航力 這一個關閉以後 我可以先按回來 通知按下去 通知按下去以後 這邊有一個什麼指示符號這裡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關掉 為什麼關掉 你可以看到 它說開啟此設定的時候 如果未收到未讀通知 表上面就會顯示一個紅點 這個怎麼樣 一樣也是可以小小的省電 再來 我們再跳出來 然後往下看 這邊有一個活動紀錄這裡 這個其實大家常常用 有沒有 活動紀錄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允許通知 但你可以把它關閉通知 關閉以後 這個時候一樣 哈哈 你就可以接少省電 然後我們再回來 通知這裡 一樣是在Apple Watch裡面有通知 我剛已經通知指示符號先關掉 對不對 再來你往下滑 滑到下面這些是 你的相關的設定 在Apple Watch會通知的 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大家如果沒有去關的話 是幾乎都是打開有沒有 其實你只要留下有用的就好了 有用就好了 其他沒有用就關閉 像我這遊戲沒有用就可以關掉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去關掉你想要的 然後我們到外面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Siri 對不對 你有沒有三不五時常常會手錶 會突然把Siri喚醒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把這邊功能先關閉掉 一樣 它可以降低耗電 點選Siri 你可以留下 按下錶罐 就是你有需要你再按錶罐 再把它換起就好 其他的你都這兩個 一個是聆聽 Hey Siri跟抬頭說話 這兩個 你把它關閉 這個也是有辦法去做到省電的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表面的圖庫 其實表面的圖庫啊 老實說啦 你如果想要不要讓他真的很耗電 你可以選那一種這種灰暗色的有沒有 灰暗色系的這種有沒有 就顏色不會很多的 像這一種 其實他在表面上的顯示 也是可以減少一點點泡電的情形 所以表面上面 你也可以選擇不用這麼的 上這麼亮啊 這麼滑翹 你可以選擇這種比較暗黑色的這種有沒有 很速射面的對不對 好 以上就是我的Apple Watch神電秘技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還是你有更好的一些其他方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